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淘宝官方消息,淘宝刷12将改名为淘宝年终好假节,预计会在12月9号晚上8时正式开启。 与往年相比,今年的折扣力度、商家规模和商品规模都将大幅度提升。 淘宝称好假节在双11期间为中小商家带来了爆发式增长,因此今年举办年终好假节,为各类商家创造更大的增长机会。 这是阿里连续多年不公布双12成交额的举措之一。 目前,淘宝、App用户数、交易买家数和订单量均持续增长,规模超3000万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